今天晚上想要继续之前所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圣灵的更新 在上一谈的正道当中我们提到说 这个圣灵的更新是关于我们在心智上圣灵的更新 今天是我正道的第二部分 今天想要与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的信心上圣灵的更新 首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对上一谈正道的概述 那么当神创造了这个人类 祂是按照祂的形象所创造我们的 那么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 这个神的形象就被摧毁掉了 那么过后人就被罪所掳破了 那么人要是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战胜这个罪 那么感谢神他将这个救恩带给了这个全人类 那么借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重新得到神的这个形象 现在我们能够更加地亲近祂 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我们最得到洗净 我们现在应该有了这个属天的这个形象 那么借着主耶稣基督 神的形象再次地给予给了我们 那么我们就会脱去我们过去的旧我 那么过去的这种行为可能会是欺骗性的这些私欲 那么我们按着神能穿上这个新人 那么能够有这个仁义和圣洁 那么不管怎样 我们现在还是活在这个巨恶的这个世界 我们与世来分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还是要面临这个失恋和患难 我们也得到了来自世界的一些影响 我们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世上 那么我们这个新人的这个形象 可能就会得到一些玷污 我们是如何能够来避免我们这个新人的这个形象 得到这个受到这个影响呢 我们内在的自己需要在圣灵日日的更新 我们首先来翻开提多书的三章五节 提多书的三章五节 第五节 他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意义 乃是造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第六节 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 后后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第七节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于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 我们知道说这个重生的这个喜是指的是这个洗礼 那么当一个人他得到圣灵的时候呢 他就得到了这个圣灵的这个更新 那么圣灵的更新能够帮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那么在我上一谈的正道当中 我们谈到说在这个心智上 我们是得到圣灵的更新 那么当我们要 作为一个新人 在基督里要成为这个新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在过往 我们相信基督之前 我们可能是充满了私欲 可能我们是贪爱钱财 我们懒小 我们不想要努力地工作 我们想要得到快钱 我们想要赚更多的钱财 那么我们怎样做呢 可能我们会赌博 可能我们会偷窃 可能我们欺骗他人的钱财 那么可能在过往我们有很多比较坏的习惯 可能除了赌博之外 我们也抽烟 我们可能没日没夜地酗酒 我们可能也有很多坏的习惯 可能我们脾气比较糟 我们不会原谅他人 我们可能容易动怒 我们在过往我们做了很多恶事 我们在我们相信基督之后 我们奉祂的名受洗 我们的罪都得到了 我们的罪得以洗净 那么我们借着这个圣灵 我们的心智都能够得以更新 我们可以把我们思想转变成是 时刻想着这个基督的心思 那么今天我想要继续来谈这个话题 就是在我们信心上 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圣灵的更新 那么这个圣灵的 也是能够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信心 今天想要与大家来分享三点 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相信 我们教会的十大信条 那么当一个人在正耶稣教会受洗之前 那么通常上这个人 是需要来了解 还有学习关于我们教会的十大信条 我们教会的十大信仰 对于所有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持手术这样的一个信仰 那么这些是真理 真理是不应该得到改变的 那么想要在我们信仰上能够逐渐成熟的话 我们要来学习和查考圣经 这样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 更完备的一个信心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个阴海的一个阶段 我们要通过圣灵的帮助 能够日日地得到更新 那么在新加坡之外的一些教会 特别是在印尼 那么在下午的聚会过后呢 他们通常会一起来顺读这个十大信仰 我听说在新加坡以外的教会 当一个人想要在受洗之前 都需要来背诵这个十大信条 我们要来背诵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们不能够停止在这个背诵这个层面上 那么这个背诵仅仅只是把这些知识呢 储存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能够记得这些的话呢 也是好的 那么我们不仅仅要懂得 我们还需要来相信 因为相信呢 就需要我们去能够做出行为 那么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 让我们要来顺服这个圣灵 能够有这个圣灵的更新 那么我们是如何做到呢 我们要不断地来查考圣经 那么不然的话呢 我们会在信仰上停滞不前 那么有更大的可能性 可能我们会回到我们过去的自己 如果我们回到救我的话 那么这也表明说我们的不信 可能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些信徒 虽然他们领受了真理 他们已经信主了很多年 可能他们已经信主二三十年 那么我们有看到一些案例 他们回到了救我 那么有些信徒甚至做迷信 甚至有些人是已经放弃了 他们信仰不再相信耶稣基督 那么这些是非常悲哀的事 这个新人回到旧人 那么这样的事情为何会发生呢 那么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是因为他们的信心 没有得到更新 我们的信心应该不断地得到更新 我们要确保说 我们要常常地藏在主里头 那么只有我们来 努力地来查考神的话语 我们才能够做到 那么查考神的话语 能够让我们深入地了解 我们自己的信心 我们能够到达一个程度 甚至我们能够教导他人 我们要不断地 从圣经当中来学习神的话语 与其是在我们基本信仰上 不断地挣扎 我们教会也给我们信读 提供了很多渠道 能够来学习神的话语 那么问题是 我们是否抓住这样的机会 来学习神的话语呢 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第一次降下的时候 这个圣灵就更新了 门徒们的信心 那么在他们信仰上 也能够彰显出了 这个圣灵的作为 那么过后 这个福音就传播的月管 那么从耶路撒冷 到犹大全地 还有撒玛利亚 直到这个地级 我们来读圣经当中的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四章 8到11节 使徒行传四章8到11节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第九节 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 倘若今日因为在长级人 身上所行的善事 才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权欲 第四节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 站在你们面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权欲 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十一节 他是你们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反脚的头块石头 如果我们来读 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彼得是如何来 医好一个身来是瘸腿的一个人 那么当他医治好这个人之后 他就面临了那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的一些责难 我在这里 使徒行传四章的八节 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被圣灵充满 那么在他的信心上 我们就看到了圣灵的作为 我们能够看到彼得是如何大胆地来说话 彼得不仅能够大胆地向百姓来传福音 他也能够大胆地向以色列的长老 还有那些宗教领袖们来传福音 那么这些宗教领袖 叫彼得不要再传这个福音 如果他们没有停止的话 那么他们就要面临一些后果 那么四九节这里 彼得和约翰就对那些宗教领袖们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凉吧 那么二十节这边说到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那么这个彼得也是 之前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彼得 那么当耶稣将要被钉死十字架之前 那么彼得他三次不认主 因为他非常害怕自己能够受逼迫 那么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彼得身上的一些变化 那么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信心 那么他的信心 得到了这个圣灵的更新 那么他不再害怕 因为基督的名受到逼迫 那么在我们信仰上 我们也能够看到圣灵的作为 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信仰 不断地得到坚固 比我们刚开始信主之前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 不断地都是坚强的 那么有时候我们会 当我们没有办法来 显示出我们信心的时候 我们会找很多的借口 只要是要来传福音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没有办法像彼得和约翰一样 能够大胆地来传福音 那么特别是当我们在信仰上 得到这些 有了这个试炼和受苦 我们有时候也会想说 为什么我们 或是我们的信徒 在生命上 需要受到这些 试炼和痛苦呢 我们知道说 我们主耶稣有时候 让我们经历过 这些苦难和试炼 那么苦难和试炼 是要来建立 帮助建立我们的信心 Trials and sufferings are there to put our faith to test to be tested and to be purified 那么我们的这些苦难和试炼 是要来试炼我们的信心 能够让我们的信心 能够成为美好 当然神是知道 我们信心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晓得 我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信心是非常干强的 只有当我们经历过 这些苦难和试炼 我们才能够明白 我们自己信心 真正的一个程度 可能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信心是 没有那么的干强 我们需要在许多事情上面 来提高我们的信心 在马太福音三章的十一节 这边施洗约翰 他是这样的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 比我更大 我就是 当我们的信心 不断地得到更新的话 我们就会明白说 为什么我们会 要来经历这些 试炼的火呢 我们能够明白说 这个试炼的火 是为了避免我们 遭受到世上的这些朽坏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信心 能够就如火炼金金一样 第二点 我们的信心 要不断地得到更新 我们是如何来 更新我们的信心呢 我们谈论到说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我们也要 殷勤地来查考圣经 这样子我们能够得到 真理的知识 我们的信心 能够得到更新 还有展进 那么圣灵还有神的话语 能够在我们身上动工 那么有些时候 一些信徒 当他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们发现说 他们没有办法来理解 为什么呢 Let's turn to second Timothy 我们来看 提摩太后书 第二 Timothy chapter 3 verse 6 to 7 提摩太后书3章6到7节 第六节 那偷进人家 劳聋无知妇女的 正是这等人 这些妇女 担负罪恶 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第七节 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那么在这里 保罗他谈问到 一群无知的妇女 他们担负罪恶 他们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那么第七节 这边说到 他们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我不晓得 我们是否也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尝试地来学习真道 但是我们不能够明白 有时候我们也是不明白 当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之后 我们最终能够明白 可能我们是向传道来询问过后 我们就能明白 但是在这边所提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他们尝试着要来学习 也得到了这些 也有人向他们来解释 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明白 可能我们每天来读圣经 可能我们也参加了许多的查经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明白真道 我们发现说 我们的信心停滞不前 就如我们在基督里 没有得到这个新造 就如我们新的形象 已经又得到了这个玷污 那么在基督里的这个新人 要来很好地来学习真道 我们借着这个圣灵 我们能够来接受 这个圣经当中的真理 如果我们的思想朽坏的话 我们的心智没有得到更新 但是它不断地变坏 就如我们早前所读的那句经节 我们当父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们在信仰上没有得到斩敬 那么我们不管所说的所做的 只是彰显出我们的愚昧 我们要在这世上来警察自己 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心 是需要得到更新 我们是否想要来学习 从圣经当中来学习神的话语呢 如果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 学习神的话语 那么我们就能够按着神的旨意 来不断地来改变自己 因为圣灵能够和神的话语 一起来更新我们 那么在我们的信心上 我们也能够看到说 得到了圣灵的更新 原本我们的信心 是要比我们甘信主之前 是越发的甘强 当我们发现说 我们的信心 不是当我们的信心不甘强的时候 或者说停滞不前 甚至说变得越来越糟 那么首先我们要来问自己说 我们是否还有我们当初 信主时的那样的信心呢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来问自己说 我们自己到底花了多少的功夫 来学习神的话 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 来读圣经来祷告呢 我们是否担负这个罪恶 被私欲引诱 让我们没有办法来明白真道呢 第三点 我们的信心能够让我们来战胜世界 Let's turn to Acts chapter 19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 verse 11 to 12 十一到十二节 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十一节 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歧视 十二节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 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便就退了 恶魔也出去了 那么神借着保罗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歧视 那么当时的这些事情 是非常地神奇 那么甚至保罗身上 从保罗身上拿手巾 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那病就退了 甚至魔鬼也出去了 那么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信心 又和这些人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信心 还是专注在肉体身上 那么当我们肉体的病 得到了医治 我们就来赞美神 那么这样的做 并没有错 但我们的信心 不仅仅只是停留在 就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手巾上 或者说是在 这些神迹奇事上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保罗就不需要来传福音 只需要到处的来 用这些手巾 那么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的疾病 得到医治的 可能有些原因 是为了让我们来相信基督 你们得到医治 只是暂时的 那么有一天 我们会再次的生病而死去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 那么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医治 能够得到拯救 那么在圣经当中 有这个十个胆 长大麻疯的 那么全部都来到耶稣面前 寻求医治 那么耶稣就医治了 所有的长麻疯病的人 那么只有一个人回来 他不是犹太人 那么他回来来赞美神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7章 14-16 路加福音17章 14-16 第14节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15节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 16节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这人是三玛利亚人 我们再读到19节 17节 耶稣说 洁净的人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人在哪里呢 18节 除了这外族人 再也 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与神吗 19节 就对那人说 起来 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我们对这个故事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十个麻风病人得到了医治 那么只有一个人回来 那么另外九个人没有回来 那么其他的九个人 他们视耶稣如同医院或者医生一样 那么有些信徒就像这九个麻风病人一样 当他们生病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寻求耶稣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会来到教会 那么在十个里头 就只有一个得到了救恩 那么他还不是犹太人 那么他是撒玛利亚人 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 是那些犹太人 他们所亲世的人 那么当然在神的眼中 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没有区别的 恩典给了 犹太人也给了外邦人 甚至是撒玛利亚人 那么这个十个麻风病人得到肉体上的医治 那么只有一个人回来 来感谢神 那么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 他大声地归荣耀于神 如果信徒不懂得如何来感恩的话呢 那他就不能够我们得救 因为他只满足于肉体上的 我们的信心不仅仅能够停留在 满足在因为肉体上的医治而满足 如果我们的信心就如同这个九个麻风病人的话 我们只有当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寻求耶稣 如果我们的信心就像是那个 回来归荣耀于神的麻风病人 我们是否因为肉体上的医治而满足呢 还是说我们不仅仅在这个 无论我们是否在肉体上得到医治 我们还是继续地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我们的信心需要在灵力不断地长进 那么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灵魂能够得到得救 然后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地更新 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十九章 十八到二十节 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八到二十节 十八节 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 述说自己所行的事 十九节凭书行邪书的 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 二十节 主得到大大兴万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那么起初他们相信 是因为他们看到神迹启示 那么在这里十八到十九节我们没有看到神迹启示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就是他们信心的一个改变 那么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医治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得到更新 我们是否会为了基督所放弃我们的一切呢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呢 那这就是更大的一个神迹启示 不管是你的时间 你的力量 还是你的财富 如果我们能够为了基督所牺牲这些 那么这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改变 那么可能在过去我们会觉得说来参加聚会是浪费时间的 那么来献这个十一卷是非常麻烦的 那么当我们的信心得到更新之后 那么可能我们来参加这个敬拜 或者说来献这个十一卷不再是一个负担 那么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能够来参加聚会 或者来现实一卷是一个福气 我们能够来侍奉神也是一种福气 那么我们知道说 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知道说 神是要除去他自己的荣耀来造成这个肉身 不是得到别人的赞美 而是要来经受这些世上所有的苦行 最终被钉在这个十架上 他需要留下他的血 他需要在十架上死去 那么过后在第三日他能够复活 那么赐下这个宝贵的圣灵 那么神已经透过圣灵来更新我们 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的 那么我们要来问自己说 我们发了多少的功夫 我们每日花多少时间来读圣经 我们花多少的时间来祷告 我们来参加聚会或者说 来释放神牺牲了多少呢 我们明白的真理有多少呢 那么我们在末日 主耶稣告诉我们 有这些假教师和假先知来欺负我们 我们是否能够懂得 如何来分辨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的呢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 我们不会读因为比较长 这里我会指出一些经节 这里这些他的门徒就来问 基督再临的预兆 第三节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将领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些预兆 那么其中的一个就是 将来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和假教师 第五节这里说的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 11节 所以他们除了迷惑他人之外 不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 那么他的教会就是身体 那么这有很多的假基督 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假的教会 如果头是假的话呢 那么身体就没有办法是真的 那么这些假基督还有假先知他们 如果我们来迷惑他人 那么我们也会来迷惑自己 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得到更新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来分辨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我们可能我们会容易得到欺骗而远离神 那么作为结论 那么第一就是我们要来 不仅要来懂得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 我们也要相信它 因为相信是需要我们做出行为 我们要来不断地查考圣经 我们要来更加地明白我们的信心 我们不能永远地成为基督里的婴孩 我们要通过圣灵的帮助 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那么第二点 那么圣灵的更新也让我们能够来更新我们的信心 是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 应勤地来读圣经 我们也能够来领受这个真道 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得到长进 但是我们不能担负这些罪恶 而是被很多的私欲所迷惑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得到这个真道 我们的信心不能够仅仅只是基于这个肉体上的医治 那么这个成绩其实是重要的 那医治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更新 还有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得救 我的真道道 May God help us